要去站一个队或者站一个完全的观点 就是要去站队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做出一些保证 但是我很想知道的事情就是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呢 说白了就是 难道不是吗 就是那种 就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人脉 然后我也和大家说过 这都是一些姐姐在转达的信息 真假你要自己去辨别 然后等时间来验证 但是你并不能说你得到了一些信息 就是说如果有不同方向的 就完全不能提 就是属于这种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一直给大家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你要放一放 你沉下心来 就是说现在其实最重要的 不就是守着这块地方吗 然后很多人都认为说 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 为啥直播要被停止 这个直播被停止 是不很重要 很正常的吗 就是我的这个号 大家也都是知道的 对吧 那早就被列入黑名单了 就是这种 对就是不同意见 不能提 就要无嘴 我真的不理解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我始终也没有在外头 说过任何一句 就是说 这些圈里边出来了以后 这些事情出来了以后 谁对呀 谁不对呀 或者是说 我们要去站一个什么样的队伍 然后我们要去踩谁 如果说你真的是曾经 和我一路走过来的 你会发现 我始终都会尊重 所有人的这个决定 对不对 我始终都在尊重所有人 就包括台人这个 你们这实在是太无聊了 我感觉我一直是那种被抬的 不管是因为 什么样的理由被抬 但始终都是那个被抬的 就是从未被超越 被抬很久远 从未被超越 但是说句实在话 这是今天我因为我被别人抬了 然后我自己过来 给自己说一下来龙去脉 说一下抬我的人 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到底是之间 有什么样的恩怨 而那我就让大家分辨一下 到底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也许我们说的也有误 但是我们说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 说白了 对不对 难道你曾经经历了过 一些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吗 你不管说这个东西 你对不对 或者是怎么样 说句实在话吧 有些东西吧 就是你不要等着别人去给你 就是说给你出一个道路 好像他说的这句话 如果我这样认为了 我就是错的 或者我不这样认为 我就是对的 你这个东西就是没有道理 你现在 本来大家就是为了开心 不管你可不可 你原来就是为了开心来的 但是现在你一提起这个事情 所有的东西都是 乌炎瘴气的 懂吗 明白吗 不是我有没有意识到 我今晚一直在抬人 而是我就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这个东西不叫抬不抬 如果你认为 圈里就是有大佬 能接触到这样的人 并且降临了这个直播间 人家就是大佬 人家就是牛逼 人家是个什么样人 咱不管 明白吗 因为这个圈子 从今以后 懂吗 我今天之所以给大家来做这个直播 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很累了 我真的很累了 我求求你们 不要让我再去做一个什么事情 再做了 我成这个屁呀 说句实在话 如果他真的是阴谋诡计 你说了有用吗 如果他不是阴谋诡计 我说这些事情 你会信吗 难道我不应该是会去跟你说一说 现在这个圈子里都有什么样的人 我没有经历了什么样的人 我现在一直来龙去脉 在解释了一个什么事情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 说句实在话 人家就说 那个什么流量什么 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很好笑 我要是蹭流量 或者干什么 这个产业 我早就坚持下去了 好吗 啊 好吗 这位大姐 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来过了吗 大姐 你知道我有多久 没有去上小婆站 但是我一直心系着这些姐妹们 你知道吗 你懂不懂 我一直跟以前的姐妹们说 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我们就守在这一个地方上 我们就守在这里嘛 我们这叫抱团取暖 但是你不喜欢我这个人 你觉得我有问题 你可以走 懂不懂 你今天我曾经最早的时候 我就说过 这里面的粉丝掉到脸 我都无所谓呀 我的天哪 我在乎的是你们底下的这点情意 现在我已经逼得没有办法了 我跟你们说 像你们说的 我今天最初做这个直播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你们说清楚 好 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同意 我留下这一片净土 我 你们不是觉得我下山了吗 不是觉得我脱粉回踩了吗 好好好 好极了 我今天开始 我就告诉你 我没有脱粉回踩过 我没有做过这些事 如果你觉得我做了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从今天开始 我满足现在所有挑起这一次战争的人的愿望 明白了吗 我满足所有挑起这场战争 这一次冲突的所有人的愿望 我离开这个地方 我离开小破绽 这个账号 今天我直播的唯一目的就是告诉你 我要不限期的永久停工 不限期的我永久停工 我说这是 我为什么 我还跟你们说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 这一次旅开 你们认为一些不相干的人 因为这些 你们所谓的 不相干的人 就是这些事件的主导者 懂吗 懂了吗 姐妹们 这些 就是这些事件的主导者 就是他们来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 就是他们来做的这些事情 我就是在跟你说 我是怎么去认识这些人的 这些事情又是怎么发生的 我甚至连个变白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说这种 我不理解 我说白了 这个圈子也让我很累 我不理解 说句实在话 所以而且我能理解到的 就是说你们说 你们觉得人家都是好人 我是坏人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我没有踩过谁 我也不会去做这件事 我甚至连同行up主 都没有踩过 我怎么会踩过 我爱的那两个人呢 我真的不理解 我就告诉你们 我是也许会跟大家说一些 不同的信息 不同其道来的信息 但是我们明确告诉你 我不是这个圈里面 有毛病的粉丝 我今天就把这些话里面 给你们撂在这儿 因为今天这是我 最后一场直播 我也不怕你们说 你们不是想要我的态度吗 好 好好好 我今天给你们态度 我今天的态度就是 我不是这个圈子里面 有脑袋 有毛病的粉丝 我不会磨正 我会用自己的眼睛 我自己的心去判别某些事情 但是我不会轻易的去站队 懂了吗 我之所以留在这里面 我喜欢的是这些姐妹们 是因为我们一起走来的 这些姐妹 而不是你们所谓的这些东西 不是粉圈这些阴谋诡计 也不是这种妖魔化的这个圈子 也更不是你这个妖魔化被 被现在整个就是妖魔鬼怪的这些东西 我只是想跟你们说说这个 我不用你们相信我或什么 你们知道我不是为了顾粉 你们知道吗 姐妹们 我要走了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今天就明确的跟你们说 无论你们说什么 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 乌烟瘴气的地方再待下去了 因为只要有我有稍微不一样的看法 我有一个理性的态度 我就是错的 我就是错的 你们明白了吗 妖言姐姐说 你为什么要让他们满意 我不是让他们满意 我想跟你们说的 我只是不在小破站出现了 但是我还在这里头呀 我还在呀 我还没说完呢 姐姐们你们别着急呀 你们让我说呀 你们让我说完这个话呀 就是我现在不想在小破站里头 然后再去站队 再去挑一些风向 然后再由我 再给这个圈子里面 再带来雪上加霜了 你们知道吗 从一开始到现在 就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们所谓的大粉也好 或者干什么也好 因为我说了一些话 或者干了一些事情 然后引导了这个圈子里的一些方向 然后让我们所喜欢的人 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我真的就是说 只是因为这样而已 你们懂吗 你们知道吧 就是说现在所有的人 就是 我就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就给你们一个交代 这个交代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在这里头 但是我不会再直播了 然后呢 如果可能的话 我会问问 最后的511赫生的视频 能不能放上来 因为我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 我还有最后的一个 跟大家几个月一起做的 这个视频 我不太确定 这个能不能过时 能不能出来 如果有 我们最后会做 但是可能赶不上 这个正日子了 其他的时候 我就不想再说了 我是真的 真的很难过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不能等到511之后 再去 因为我动了别人的蛋糕吧 我想我就是说 动了别人的蛋糕 所以说呢 我不想再在这个圈子里面 做任何事情 就让这个圈子 再雪上加霜了 这就是我最后的态度 你们不是一直想问态度吗 那么我就告诉你们大家 我最后的态度 会一直守在这里 一直在这里 但是 你们知道吗 就是现在的这个圈子 就是这样 我就算发了动态 就算干了什么 底下也会是无言张气的 我真的 不想这样 真的我不想这样 我真的很累 该说的话 我都已经说了 没有什么所谓 成形不成形 这不是法庭 明白吗 姐妹们 这不是法庭 你们谁也不是 包括我自己 也都不能站在 道道制高点 去评判任何人 都不能评判去任何人 今天我所说的任何的事情 也许是有对的 也许是有错的 有这个不符合大家 这个三观的 不管怎么样 但是我依然会把 这些事情说出来 因为我害怕 当我不在直播的时候 有些人受到的伤害 将涌沉海底 你们明白了吗 姐妹们 我们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认识 是没有错 但是一路走来 我们还有我们彼此呀 我们还有彼此啊 你们明白吗 这些今天上麦的 连麦的这些姐妹 就是我们的彼此 也包括底下的这些人 你们就是我们的彼此 难道我的姐妹们 受到了伤害 我不能够去跟她 去申冤 去说一说吗 凭什么伤害别人的人 要站在上面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来伤害我们 然后她来说 要跟我们割席 然后她说 我们都是撒谎精 说我们都是双面人 说我们托吻回彩 凭什么 我就想问一句 凭什么 你们明白了 姐妹们 我不想再去跟人家说 什么隐私呀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 只是因为 他们伤害了 我的朋友的感情 做了伤害的 这件事情 但反过来 她却成为了 一个被害者 这些所有人 都会成为了 一个被害者 反而我们这些人 到被他们打成了 什么尾粉 水母等等 这些粉圈的 乱七八糟的态度 我现在明白的告诉你 我不是 我不是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是 但是我离开这个圈子 我离开这个圈子 你们放心好了 从此之后 不论我得到任何的消息 得到任何的东西 我都不会再放出来了 所以没有人 再会去引导 这样的风向了 没有人 再去引导这样的风向 你们也不用担心 我这一场直播 会带来有什么样的 这个伤害 给这个圈子 不会的 不会的 真的 人家说快走 这个圈子也不需要我 好的 没问题 没问题 既然不需要 请你以后 不要来到我这里 好吗 就说白了 就是 就是 你说这样 应该说你们 这个 说白了 就是 我觉得有些人 才真的是有大病 你不喜欢 这个up主 然后也觉得人家说的东西都不是你想听的 你喜欢听的 对吧 不符合你的主观意愿了 那你为什么还受虐一般的搁在这儿 这么长时间还要听 还要发言 还要互动 你搁着留一言呢 啊 有人说我算啥 我倒不算啥 但是 这个地方 有 有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是啥 是啥情况了 你知道吗 现在疫情 大家都没有工资了 说不一定 发条 发条 评论 下山的妈 下山的妈 这四个字 一分钱 发一次一分钱 发一次一分钱 发是发的 说不定就日入 日入八万 我跟你说 现在不管怎么说啊 说句 说句实在话 就是 很多人吧 现在不管你 咱们现在说什么 都有人 就是说 脑子 它就那样了 我跟你说 你不能够期待 他的这个脑子 这个海绵体一样的脑袋 能产生什么样的 过多的褶皱了 懂吗 或者是说 他们有自己 别样的利益 他们很害怕 他们也在害怕 说句实在话 而且我就跟你们说 我今天的这个 所说的这个东西 时间点也好呀 包括我街道的 这个画树模板呀 包括今天所发生的 这些事 抬我的这些人呢 所有的一系列 我都让你们自己 去评判去 都让你们自己 去评判去 也许我做的不够好 但是也不说明 别人就做的一定好 我只是希望你们自己 好好的去寻思 寻思这个事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你来到这个圈子 也好 你来到这个直播间 也好 你是为了图乐子来的 对吧 你真的你是图乐子来的 然后呢 嗯 以后呢 也就是说 只要开心啊 就希望大家都能开心 然后就是 不管他们得不得逞吧 但是我是真的累了 我不想在这里面 再跟某些脑子 不正常的人 然后去理论这些 没有门的事了 你们明白了吗 姐妹们 我不想跟他们 理论这些事情了 现身都已经够累的了 如果说我们 还能够成为朋友的话 刚才大家不是说了吗 我走了 又不是私信关闭了 嗯 我欢迎姐妹们 就是私信我 如果就是说 咱们还愿意 就是说有联系啊 聊聊天啊 嗯 聊聊一些 就是好玩的 有意思的事情的话 嗯 就是大家可以过来 就是私聊我 然后我们去 加微信也好 或者加一个 联系方式也好 我希望和大家一起 就是这样 跟养老一样的 就是说 去看一些开心的事情啊 KoCp 或者你干什么都行 只要是你做自己 所开心的事情就好了 但是我不要 在这样的一个 无言张气的地方里面 再冲锋陷阵了 就像他们说的 这个圈子不需要我 你们说对了 是的 是的 这个圈子是不需要我 嗯 是的 我不需要他需要我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不需要他需要我 但是有一点就是 我不是那种会脱粉回彩的人 这是我今天唯一要说的 我不管你今天有多少人去说 我有什么小号啊 那些东西是我说的或干什么 我没做过的事情 就是没做过 今天你无论怎么说 我也不可能就承认 我没有做过的这个事情 啊 有些人自己心里明白 你为什么来直播间 为什么带节奏 或者为什么给其他人引流 懂了吗 这个事情你们自己好好想想 然后从今以后 此地与我无关 啊 此地与我无关 不会再开直播 说有关这些的事情了 无论外面的方向再变成什么样 都不会再开这个直播 说这些有关的事情了 这是我的保证 啊 这是我的保证 再也不会去说了 无论我说这些东西 就是对你好的 还是对你不好的 我都不会去说了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了 啊 然后呢 有这个 有这个愿意 也就是说私下 再聊聊彼此生活的 因为我曾经说过 我来这儿 就是为了架起一个桥梁 因为很孤单 啊 很孤单 然后呢 想要就是说交朋友 然后跟朋友聊聊TR 聊聊彼此的生活 然后听听你们这个 生活里的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在 一路相识的过程当中 成为了最好的姐妹 当然如果前提是 你觉得我还是姐妹 然后还可以聊天的话 那么就请自愿 但是这里 我是不会再来了 啊 不会再来了 然后也尊重 就是所有人的选择和决定 好吧 这就是我最后说的话吧 就是属于这种 嗯 有人说就是他回来 就是再回来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这样 但是 嗯 我希望吧 正经有 等到一天 我也跟你们保证 就是说我现在只能是 不 无限期的这样停下去 好吗 好吗 真的是太难了 真太难了 我只想留下这一个净土 我不会去做那个 所谓的恶毒人 也不会去做那些 其他的事情 然后 我也不会去再关注 这个 这些 这些 这些所谓的 抬不抬的这些事情了 嗯 然后如果说 现在想走的人 也走吧 就是 请你也安静静子走吧 就是不要再 污辱我的 我的眼睛了 说白了 有人说 相亲场子还没开始吧 如果有一天 就是说心情好了 我不知道那一天 是在什么时候 嗯 相亲的场子 就是如果你喜欢听 欢迎你来 但是我真的不法保证 那一天 将是那一天 所以请 嗯 这些姐妹们 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吧 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希望我们将来 还在私底下 有聊一聊天的功夫 我在 我在这么想啊 姐妹们 我们私聊 总不犯法吧 我们私聊 总不会再去 爱别人的眼了吧 总没有流量了吧 当我们一切都离开 这个 这些利益所在的 纷争的时候 我们总能说说 我们自己想说的话了吧 说句实在话 我真的 我就在想这件事 总能了吧 这才是我 真的离开这里的原因吧 就是属于这种 我不想再让我们的场子 或我们的视频里 变成这样乌烟瘴气的战场 私聊会有截图 那有截图又怎么 我跟你说 别说截图 现在断章起 你能因为 你能因为 这个吃饭 噎着 然后你就不吃饭了吗 就说白了 人家要想算计你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呀 对吧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 你怎么办 总不能说 我聊聊周易 聊聊这个私聊 然后我还说 你把这个 给我传出去了 我这坑费 没收着啊 就说白了 总不能这样吧 最下流联系方式 可爱晓 你放心吧 真成杀猪板了 一会儿 人家说 来来来 留下你的联谊方式 让傅大仙人 给你补一挂 我告诉你 嗓子其实也是不好了 嗓子也确实不好 我不知道 今天就是说 有没有说到位吧 就是 有没有说到位 嗓子又哑了 是的 我这个嗓子就是 反反复复的在发言 我其实真心的 就是再说几句吧 今天都已经说到这 那就再说几句吧 我真心的希望 大家理性一点 理智一点 理智一点 无论你选择的是 什么样的道路 或者是说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不该因此 而产生这样 如此敌对的情绪 真的 这不是你来到 这个圈子最初的初心 懂吧 真的 我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因为我这样的一两句话 就把我打成你们所谓的什么样的粉丝 我不是 我不认为 我一直以来都不认为自己是粉圈的人 如果你非得让我把这个实话说实话 那么我将告诉你 我是一个理性的 有眼睛的 有心的中国人 我不是谁的粉丝 我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 我是一个有理性的 有眼睛的 有心的 中国人 明白了吧 不要再把我的头上去照上那些所谓的你们粉圈的那些话术或那些无聊的东西 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没有人care这个点 如果说非要我去说一句的话 我希望我说到的是希望大家好好生活 希望大家好好生活 皆如所愿吧 就是现实生活中过得好 身体健康 快开心心 犹如我们一直以来认识的那个人是一样的 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的悠悠会有一天 好家伙吃饱了撑的 然后上到网上去 然后干的这个活比驴还累 梦游当中还去采某个人 我跟你说我真没有那个本事 我真的是没有那个本事 所以别操那个 别赚着卖白菜的钱 然后操着那卖白粉的心了 真的 基本上就是 对啊 有些人说你哪来那么多话 那我还想问你 那你哪来那么多的闲工夫来呀 你凭你竟然不喜欢我 凭什么来到我这 我这也就是不能让你滚出去 要我这抱脾气 我告诉你啊 这我也现在就是跟你说人话 虽然我不知道你一直听得懂还听不懂 但是啊 依我这抱脾气 小破赞这个玩意儿 它但凡是有一个功能 是一脚踹出去 我早把你给飞出去了 呀地 我在乎你 关不关注我呀 老子号都不要了 我在乎你关不关注我 滚 满意了 满意了 一直以来我都忍着这个脾气 你们的悠悠既不骂人 也没怎么抬过人 现在满意了吗 上下一张嘴 什么都靠吹 现在就是这一圈里的风气 哎呀 哎呀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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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快渴死了 姐妹们 如果说那个有什么事呢 就是我还是会发发动态 然后就是说 但是其他的东西直播或干什么 就不会再来了 不会再来了啊 好吧 想私聊的 想扯两具蛋的 咱们有这四地方 咱蹲个筐 找个地方 哪都能捞 就是属于这种 走啊 走了 我走了 随他们去吧 姐妹们 走了 唱个儿歌 唱个儿歌 这个是吧 这破罗嗓子 现在都快变成破罗嗓子了 还咋唱啊 这不是最后了吗 唱了一点吧 这儿歌 哪一个儿歌呀 就唱你最拿手的吧 最拿手的是哪一首啊 你看你都想不起来 我差点给人家唱晚安了 九点半好像也不适合晚安来着 算了 就不像了吧 就不像了 哪天那个早午 我给你们好一起 真的 好吧 那就再唱唱最后 他们说的这个 你说我这歌 有骂好唱的 你们都不知道 我在别的群里呢 天天看别人骂我 就说 哟哟 这个人呢 一点自知都没有 我那歌唱的呀 简直是 哎呀 都不能说要了命了 就这个 他怎么好意思唱 然后他们就说 底下还有那个评论的人 居然还说唱的好听 是不是 没带耳朵 哎 还还行吗 说句实在话 就是 有人说走了就别回来了 这句话同时送给你 那个 你在这人世间 我在小破站走了 倒不要紧 我怕你在人世间走了 就回不来了 啊 你别担心 我在小破站走了不走 回不回的来 那个我担心你走在这人世间回不来呀 所以说呀 有着点吧 像你这样的人呢 很容易天打雷劈 一下子就嘎吵你 我告诉你啊 有点口德 记住了 对吧 路可以走错 饭不能乱吃啊 姐妹啊 真的 和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和所有的烦恼说 差点说嗨嗨 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和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亲爱的亲爱的姐妹 祝你以后 生活幸福快乐 有人说唱反了 这都不重要了 说句实在话 应该是我心存感激 然后在最艰难的时候 大家这样一路走来 其实我今天一天了 没有吃饭 上班的时候 就是一直心里都 特别的沉重和难受 因为我做出来这个决定 并不像你们 他们所说的 是因为 其他的原因没有了 而是因为 我曾经跟你们说过 我会一直守在这里的 但是对不起 我没有做到 二一个呢 很多人呢 在当时也是 现在九个月以来 一直在抬着我 一直在说就是 我为什么要建群呢 为什么当时813 要开直播 但是其实我现在 真的不想解释了 我只想问一句 现在的人脉也好 现在的那些人也好 在那一天的时候 都在哪呢 你们现在回过头来了 知道去踩别人了 知道回过头 去指责别人了 可是事发的当时 你们又在哪里呢 都这么牛 都是大佬 可是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们又在哪里呢 这就是我最后的疑问 所以说呀 当人呢 就是容易这样 人就是容易遗忘 我并不是认为 自己有多了解 或怎么样 我也用不着你们来 你们这些人来评判我 我只觉得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问心无愧 真的 好吧 就这样吧 姐妹们 就这样吧 别再说什么 我陪你们熬了 你们也陪我们熬过 都熬过这个 最艰难的时光 然后今天的悠悠 要跟你们说再见了 等等 有人说钱赚的不少吧 还行 足够给你买上一打纸钱 那个 以后啊 在眼红这个直播间 钱的人啊 麻烦你 留下你的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啊 你可以留天地银行的方式啊 在地下的时候 拖个梦 没有任何问题 你放心 这个小破站 任何一笔收益 我都捐给你啊 我都烧给你 然后呢 就是你要觉得不够 我还可以发个众筹 水滴筹 甚至我可以募捐 慈善募捐一下 别再眼红这笔钱了 你需要多少 你说话 真的 你别再拿这个事 说事了 没完没了的 我这几个月呀 没给你们赚这笔钱呢 就是我特别不好意思 你们知道吗 我要当时知道你们这么缺这点钱花呀 缺这个这个纸钱烧啊 就是我呀 都不应该在三个月多月不说话 不做直播 你想想 我得给人家少赚多少纸钱活啊 说句实在话 好家伙 让人家给我恨的呀 这真的是 就是没给人家服务到位 你知道吗 所以说 这个签的事啊 你就别担心了 啊 别担心了 我现在呢 也挺累 我要找个别的工作 然后呢 你就放心 你就只管留下你天地银行的密码 啊 不对 不是密码了 那个留下天天地银行的这个地址啊 就是不是密码啊 我们也不需要这玩意儿 就是你放心 你放心 一个月两 一年两回 我我立马烧给你 你要什么 你尽管说啊 实在是不能留言了 就是 对 也不能留言了 那就拖个梦吧 拖个梦吧 啊 就是属于这样 拖个梦 受累受累受累 真对不起各位了啊 这几个月都没干活 你说这事闹的吧 姐妹们 真的 哎呀 都是因为啊 这几个月没干活 嗯 然后呢 没给人家赚到这个贡钱 就是属于这种啊 就现在他闹出来这个样子 不好意思 真有点累了 跟各位老板请个假吧 真的 跟各位老板请个假吧 我怕 你这点子前没弄完 再把我累个好胆 这不知道的 对吧 不知道的 所以你 你 你开心的那时候 你操心的这件事啊 就是我也交代了 啊 你放心 我都留后手了 姐妹们 我跟你们说 这些老板呢 我都给他留了后手了 您别 别担心我走 走之前啊 咱们就 就是 哎呦 对 我够给他买个大墓地的 你都不知道 墓现在特别的贵 这八万买不了 骂墓 我告诉你们 这得日入八万呢 你这月入八万 能有骂用啊 哎呀 姐妹们呢 这钱哈哈的 就凑去了 那你 你说这么大产业 那咱还不坚持下去 这不行啊 这不行啊 对对对不起啊 姐妹们 就一激动 天津话 又又又又 唠下来了 知道吗 就对不起啊 对不起 哎呀 激动了 不是 走之前 做公益 做 做 您说 做什么公益 啊 别说做公益了 做拱墓都行 真的 你说哪块地的墓 啊 你给我唠下来 啊 别说做公益了 有人说做拱墓 拱墓哪管用啊 得做个拱墓啊 啊 全给你们买一块 说八了 就是属于那种 哎 就全买一琴 我给你们买个临近的好位置 就是那种向阳的那种啊 大阴宅 就是属于那种 不是说要寄点口德 这怎么就不叫口德了 您看您这 说的就过分了 对不对 这怎么不叫口德 谁没死 谁能不死 你能保证 你 你死的时候 有那大拱墓吗 我都不能保证 你说我没有口德 这位大阿姨 我跟你说 你说错了 像有有 我就埋不起墓 啊 我死都死不起啊 你对不对 你 你这还能 没有口德吗 这 你还要让我有骂口德 我连人家的审后事 都给看笔孝子贤素了 你还想让我有什么口德 我不理解 我死都死不起啊 对不对 哎呀 真的 哎呀 一会说个结束语吧 这就挺好的结束语 这一生都快结束了 还要妈结束啊 大家最后不都 挥到小盒子里了吗 你想太一点吧 大姐 我的妈呀 一遣到晚的 就圈子里面那点 破色折腾了 累不累啊 不是我死我你妈 你看我也荒废自我了 我来之前呢 姐妹们都说了 不能荒废自我 我又荒废了 反正也是最后的老客了 我跟你们说 他们不懂 你们 咱说句实在话 你们当初 管住我的时候 真的是以为什么狗屁 人卖货干什么 是以为那个吗 咱设计实在话 难道不是以为 我大言不参的讲 难道当初不是以为 像这儿吗 好吧 也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但是说句实在话 我说句实在的 你 在那儿 在那儿 倒闭道 倒闭道的 那 小小虫姐 说吗 扫电池 等我看一眼 扫电池 污染环境 还得给他们换职签 就这么造了 他们咱们还这么没礼貌 对呀 小小虫姐 你锁的对呀 对呀 扫个电池 污染环境 我给你们换个职签了 你就这么造 为你着想了 你还那么没有礼貌 你还想怎么练 你要凤 是不是 你要等天 是不是 就跟有的人说 就是谁谁谁来直播间 我告诉你 你们这都不行 知道吗 人家这俩人 来不来直播间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污母娘娘都能降临这个直播间 猜身爷没准都下来了 你在这晃一圈 再走一边 好家伙的 不是我跟你说 你凑去 进来 哎呀 那简直就是有来着了 我告诉你 就来着了 知道吗 就属于这种 哎 你 你 他们不知道 咱这直播间的好处 我告诉你 哎 你赶紧抱住吧 我告诉你 哎 哎呀 有人说 他放审萌证 我妈 管我妈事啊 他审份证上会写着 他做过的那些事 那个弄过的碗 就是 黑了的碗 吃过的蛋糕 围过的围禁 他审份证上 是有写这些吗 嗯 有写那个 橡水 送过去的橡水 和这些 所谓的喂了狗的东西吗 我真的想听听 他身份证放上去 跟我有妈关系 我用得着满意吗 要是问的话 也应该问 我也顶多呀 就是花了点钱 然后送了点东西 然后给人家买了个蛋糕 你知道吗 过生日的时候 你要说 我有妈满意的 那应该你问问苦主弟弟 你应该问问苦主弟弟 弟弟对吧 啊 听半天了 人家说 这身份证 有啥屁用啊 不是都说了 5000块钱才能报案 姐妹们 醒醒清醒点 5000块钱才能报案 他再说 身份证谁没有啊 对不对 外个他们都给你赛转 没有啊 真真是 哎 笑死 不是 哎 身份证上会写 你的房子在上海吗 可不会写吧 啊 是江苏 身份证上会写 你的电话 身份证上会写 你的电话号码 对呀 身份证上会写 电话号码 会写那个 化柜的那个 不知道是化柜在江苏的 还是化柜在上海的那个地儿 我不知道 我不是为了抬他们 我们只是疑惑 知道吗 姐妹们 我就是疑惑 这个事儿 它怎么会是 它怎么会是这样发展的 你们懂了吗 不管怎么说 人家 证件号还被挡住了 那有骂用吗 嗯 我不理解 不是 我们我们从来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要求 他显示身份证 显示什么 再说 他就算把身份证都放出来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对 我们拿他身份证有什么用 他展示身份证有什么 我们拿他身份证去借网袋吗 哈哈哈哈 你也借不了啊 人家网号都没写呀 就是属于这种 对吧 网号都没写呀 就是属于这种 这有骂用的 我不理解 我就想问问 那个你要是觉得人家好 人家什么 就是觉得 就是拥护人家的那种拥护者 你跑到我这里来做这个中介 你不累吗 你这个腿跑得不辛苦吗 那你就去呗 对不对 你觉得人家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去呗 你还两边跑直播间 你累不累 啊 我就想问你累不累 你是不是先生也挺闲会的 说句实在话 啊 看着几个这个直播间 天天给人家解决这些业务矛盾 你是居委会毕业的吗 啊 居委会大妈都没你忙活吧 身份证没时间还钱 我们也没要求他还钱 其实那一财吧 我们也没想报案 也没要求他还钱 就是 就是论事 就这么一说 好吧 而且就是 我跟 我跟姐姐们说 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人 到底什么情况 我都不知道 我用他信用带 身份证去借网贷 那信用等级够不够借出5000块 不是 欢应该这么说 您赶紧走吧 我们这直播间也撞不下您这座大僧了 说句实在话 啊 面太小了 说句实在的啊 那个快去吧 快去吧 因为从此之后呢 就是人家的天下了 明白吧 姐妹们 从此之后 就是人家的天下了 你们的 这个又又 就 撒又那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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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们 那个 我真得回家了 真得回去了 再不回家 我们家姐姐要疯了 说放废自我了 已经管制 约束不住了 那个 哎呀 就是 行了 行了 姐妹们 那个 就是 不管怎么说啊 就是咱们也再拉回来 就是今天感谢所有的来过这里的这个姐妹们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这个一路的陪伴 嗯 悠悠没有做好的地方 然后请你们真的就是说 抱歉 然后也请原谅我最后的这个任性 但是请你们放心 啊 我爱着的他们永远不会成为他们敌对的这个人 好了 就是这样了 谢谢 嗯 谢谢姐妹们 那咋啦 那你要 你要下了是不是 对 我是要下了 那我就 那我就 那我就溜了 今天 今天可是我跟我对象的那个纪念日 哎呀 赶紧过去吧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走 你了 你了 还要在我们直播间里吃一顿狗粮 我还被人逼出来 还要 叭叭叭叭叭的呢 咋啦 那四个伤口 那你们要伤伤口吧 那咋啦 江湖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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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什么想说的 江湖再见 江湖再见 拜拜 拜拜 有什么想说的 想聊的 就以后再找我就私信了啊 我爱你们 嗯 大家开心 大家开心 对 希望大家开心心 好好生活 我皆如所愿 我心爱你们的悠悠 妈妈的 拜拜 嗯啊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